中文字幕 李宗盛 像小孩的 我觉得长城就是一个小孩子 看的一本童话书 反正还有很多 在那种寒冷凤天下 那种人与人间的友谋 小朋友之间的亲人之间的 那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我当时在插播之后他们跟着我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 我们唯一的诉求就是要 通过一种方式讲述一种真相 人情迫害 大家虽然不说话 他杀人放火了 那你是人吗 放火了 没吧 当我画的时候呢 其实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业人员的时候 我并不难 但是当我在体会 当时带回那种回忆的时候呢 我有一种很沉重的 被压抑的感觉 下风了 一会儿再往前看